章台出章一章 各位長官 各位貴賓 我的建議主題就是 R04站不要廢站 還有R03站的移出口 也不可以廢站 因為營宿科隊也沒有韓國 R04站因為營宿科隊還不留 所以廢站 這非常可惜 所以我建議R04站 要不把它恢復過來 不要廢站 R03站的移出口也不能廢站 因為R04站 行政権已經核定了 又把它廢站 把行政打一個兒端化 第二 R04站的那個分配平數 分配因為才不同 因為 因為他們入戶只分配 0.65 一名換0.65 分配得太少 捷運席又跟他再繼續談 所以兩人談不同 主要對戰 但是應該可以繼續談的 應該一名換一名 送一個抽位 全世界都是公平合理的 一個要求 以這個目標做原則 繼續推動 應該是可以完成的 所以阿利斯不能對戰 如果萬一才不容 因為有一個方法就是 對 西巴拉克跟阿利斯中間有一個 公地就是 新一路一段到九段 新一路六段一號到九號 中間有一個差不多兩三十公尺的公地 那也可以做出口 而且松有公園 您做好中公口 跟玉璃會出口 另外 另外 如果這個都 都不行的話 就是把站裡 設在 新一路公 收頭路 路上面 的地下 那這樣給 台北市政府的 第二半公大樓 還有南地公正處 還有圓警隊 還有 尤其那些 你姓龍包 用你上班也是很方便 還有中間的 政府機關 入住也是很方便 捷運會帶來地方翻譯 給捷運堂主菜 所以我建議阿利斯折彈 把它揮動過來 不要折彈 但是我們 整體 十一路六段跟 十一路五段的 共同的新增 請 請 長官 達成我們的心願 拜託謝謝 好這個我親子 大家很快先打呼了 這個 零四站 那時候其實也談了很久 那因為用力上的 啟德 有困難 所以最後 啟銷掉 那其實也非常可惜 那剛才有建議說 是不是在往西移 到松德路口 剛才有稍微提到到松德路口 那其實如果松德路口 跟我們零五站 其實很接 大概不到兩百公尺 那這個原則上 大概不可能色彈 不好意思 我只能是這樣講 你說希望把它往西移嘛 松德路口那附近嘛 對不對 那松德路口 因此上那個地方 大概比我們的零五站 大概距離是太近了 所以這個大概 可能性很低啦 向山跟世貌站 也是很非常近 共近 向山跟世貌站 共近 他們離就可以了 一樣比較快離 那個距離應該比剛才 你所提出來的建議 這個 這個 所謂的更短 向山站 要到向山站 到那個 到那個 零四站 因為 英國要遂到 英國地下到 很難走 這個 這個 如果今天零四站都不能成立啦 零四站到零五站 或者是零四站到零三站 都不能成立啦 那不好意思 我只能講說 哇 這個時間會拖太久 沒有沒有沒有 等一下等一下 我先講說 剛才 剛才建議是說 如果今天零四站 我剛才講零四站 現在有沒有這個機會 零四站這個機會 已經沒有啦 那有建議是不是 要往西挪 到松德路口 那松德路口 你剛才又跟我回應說 松德路口到 到那個 紀裡 這個 101站到這個 相山站紀裡 其實也很近嘛 對不對 剛才意思是這個意思嘛 好 這個我在想 今天我們也不是在這邊 討論這個東西啦 我沒有 我今天可以非常清楚的說 今天零四站的機會 很少啦 已經 已經夠氣啦 那剛才應該提一個課題 就是說 零三站藍車的V出戶口 剛才講這個車尾 零三站藍車出戶口 因為現在確實在 談零開 那個零開 其實我們 或許今天我們的出戶 有住在那一棟的 有一些可能 不住在那一棟的 沒有住在那一棟的 可能不清楚說 其實那一棟 狀況是什麼一個情形 是非常特殊 今天說明會不是提這個 拜託 是師傅說明會 那所以那個 就是我剛才講的 這個我們就不談這個 今天說明會是師傅說明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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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肥長 我三點 第一點就是說 現在施工 南側西側 現在紅磚是剔除了 剔除以後 為了紅磚 比如說七樓 七樓旁 那七樓 你看雙邊店面 你們怎麼去營業 有兩國 剛好南側北側 有 汽車修理廠 整個去營業 根本沒辦法私存 北側又有 材料行 根本車輛 沒辦法進出 根本沒辦法進過 怎麼樣 所以說你那個 交流計畫要做詳細一點 要跟周邊的店家 要說明很清楚 讓店家 看怎麼樣補救這個 營運損失的部分 怎麼樣來處理問題 要好好再開一個 說明會 檢討會 好 第一點 第二點 剛剛說 剛剛我跟理長提了 那個潛度部分 有沒有做 現況鑑定 潛度部分 潛度部分 像我們 像 引擎六蛋就是 潛度部分 不是 我知道 那個 站體部分 當然是六十 站體的那個六十米 之前我們 微軌部分 我們現在的請點部分 就是我們 我們現在有一百三十戶 是 圍樓是 這個營運是這樣子 前面部分 有沒有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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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況限定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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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還沒有做 對不對 還沒有 我希望 你限況限定 我要拿到 拿到限況限定 會 會 會 現在目前 現在 當初我們 跟你結論集團 無重要的時候 當初不給我 要成了 後來 現在你們已經快結束 職業會就結束了 我們求賞 很痛苦 很痛苦 我們一百三十幾戶 很痛苦 很痛苦 雖然是 現在我們有四八戶 二十戶 已經達成協議 目前還有二十八戶 還沒有達成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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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壓錦 那個設計公司 以後 這四壓錦是取消 還是保存 鹽油 還是什麼 這四壓錦 可以做 以上三點 謝謝 禮長的反應 包括我們 那你三在一起回答嗎 喔喔 好 今天我們想說一個一個 比較快 直接回答 好 謝謝禮長提醒 我們請 請劉慧 有麥克風傳一下 首先我要謝謝捷運集團 各位 很辛苦 那我們也很開心 捷運總統要動工 但是呢 這個開心的同時我們很擔心這個斷層的問題 因為像雅興我們看過過去的資料 雅興工程他也做過很多次的這個調查 那這個台北斷層在這個信義原先上是確實存在的 然後是這個我們講說這個斷層不是 他是一個揮火動斷層 但是我們從這個地質調查所謝凱全副所長 他在104年9月23日的簡報上面他有講 他說我們更應該去關注很久沒有活動的斷層 也就是說很久沒有活動的斷層可能他如果抑震起來 他的能量是很驚人的 那所以呢我們就想請教捷運舉 那最早的時候你們講說本來最早規劃是信義線要到廣辭園區嗎 那後來是什麼醫術把它取消了 剛剛你有說是因為斷層排出 那現在又恢復來蓋捷運 但又不恢復蓋到廣辭園區 那之前的考量是斷層 可是那斷層依然存在啊 那現在又要重蓋 原因是什麼只為了大家想要嗎 可是斷層的因素沒有消失掉啊 可是因為斷層沒有了 所以只可以來蓋 所以這一點我們希望說這方面 你們能幫我們解釋一下 第二個就是說 接下來就是說 請麻煩您說明 斷層帶上蓋捷運 工程技術上做的哪些工程 那如果遇到了七級以上的地震 就是捷運骨牆的工程 真的能夠保住大家的安全 好 那現在在設計的階段呢 我們希望捷運局設計階段的時候 就能夠把這些防災計畫 設計在這個捷運的站裡面 當如果疫症發生的時候 或者有什麼天災發生的時候 你們的捷運裡面有哪些設計 是屬於為這個去考量的 好 那如果真正有災難發生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樣的疏散計畫 這些我們希望捷運局能夠考量進來 那另外這個是為其 另外的朋友問的問題 就是說 當你們在為保護領防 所以去灌江加強這個地質的時候 把這個地質補牆的時候 那將來這個領防在捷運蓋完後 他們要督更的話 會不會因為你已經加灌漿進去了 造成他們將來督更的困擾 那會不會造成他們將來督更後 督更的時候他們的成本要增加 這有什麼影響 麻煩你們說明一下 第二個就是說 你48億的工程團裡面 是不是有考量到斷層的斷層區內的地質 改善的經費 那個是不是包含在內 如果開工後才發現說 這個地層這麼脆弱 那個原來48億很夠用 那是不是會去追加 然後來確保這個捷運是安全的 把它做到很安全 那第三個問題是 捷運連線的領防在施工中 可能你們監測的結果是 不是達到危險或者是补查的範圍 可是就像人的火頭 列在裡面你不去照X光 不曉得 可是等到你發生了重大的摔倒的時候 你才嚴重的 那如果你在施工的時候 我們的領防有一些潛烈 看不出來 但是幾年後呢 它大地震的時候整個倒塌了 它的原因是在於這個捷運的施工 所以我們要問說 捷運完工後 捷運局對領防的保護是多少 那如果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有什麼樣的複雜 那第四個問題是 施工期間的監測資料呢 你們是不是會工 我們上網多告一下我們查詢 那你上網的時間 它的落差是多久 那以上是我的一些提問 希望你們都可以答錯 謝謝 好 這邊 再一個 林美軍林里長 那 後續我們講 因為耽誤各位鄉親的時間 我想我們 剛才有里長提醒 我想我們能限制三分鐘的時間 當然時間我沒辦法直接 我們沒有要計算三分鐘 但是請問今天 好 謝謝 謝謝 這個 我想通話講說 如果是之前的會議 已經有提過的問題 可不可以 按照之前回覆的問題 直接回覆 那今天是施工的說明會 不要再拿之前的問題 再出來這邊問 這樣很浪費大家的時間 我常會講說五個問題 第一個是我們這麼大的一個建案 只有兩個出口 目前你們的那個 這個戰兆R03 可以看出來 未來還有R02跟R01 然後 所以我要在一起 懇求我們的師父 要做一個完善的規劃 完善的規劃 是做未來的一個規劃 不是說想到哪做到哪 那你現在R03而已 那你未來R02、R01要怎麼做 你們要去做規劃 而不是你只有到這邊R03 你就只有挖到R03而已 那你之後微軌 我們中行李最慘 整條都是微軌 中國南路 那你們未來 有沒有要預留一些設計 像現在最先進的一些國家 最先進 最先蓋的 最新蓋的一些 一些設施 他們的像地下鐵 或者是捷運 他們都有做一些 地下的一些通道 那你們是不是要預留一些設計 未來如果萬一 你們又要做R02 R01之後呢 這是一個 然後還有 我們是不是可以去想說 可以再去做連結 更甚至連結到 板南線或松山線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是我們從R03 往中國南路的方向過去 我們並沒有公車 我們沒有公車 直接從中國南路那個方向 到那個松山站 那這個方 這個的話 就是要 之前我們的那個說明會有講過 等我R03 如果在整個蓋起來之後 會有考慮用小巴去接送 那有一些很多的那個巴士 那個巴士的話 要請大家幫忙想一下 規劃一下 是不是要用這個方式 去做那個連結到那個松山路車站 目前是有 是從福德街 然後轉往西密路 那個松山路那邊去 但是並沒有到那邊 可能還要再走了 再來是第三點 第三點是我們的那個 剛剛有講 要繞到 從福德街 然後繞往成土路 然後再繞往中坡南路201巷 再繞往中坡南路出去 我想問的是 為什麼中坡南路 不能直接從福德街那一邊 左轉往那個中坡南路 這是為什麼 你們剛剛沒有講到 為什麼要繞到 因為我們不是用淺盾嗎 那邊不是泥挖 再來是我們的第四點 第四點是 我們剛剛有講說 會做隨直隨直的 那個現況調查 那個 我們整個那個屋子的現況調查 好 那 這個 我們會送交法院那邊去做公證 那做公證之後 是否是以此為依據 那之後 萬一發生了零損 萬一有任何的問題 大家都知道 我們這一邊的那個屋子 都非常的老舊 而且 有 有非常多的問題 老舊的屋子 屋齡大概也有三四十年都有 那萬一如果真的零損了 你們一定會搖晃嗎 好 那如果天花板掉下來 那萬一真的傾斜 那我們是時報時消的方式去賠償嗎 賠償的方式是什麼 麻煩你們下一場說明會 恢復我們賠償方式可以嗎 還是說你今天可以回覆就回覆 然後再來是我們的房屋稅的條件 我中國南路整條都會被你們用淺盾經過 那你們的房屋稅的條件是指哪一些區塊 你們剛剛也沒講清楚 是淺盾只要經過 我兩邊都可以房屋稅條件嗎 還是你剛剛有一個圖案出來有虛線的說是 建物安全的那個那個 做安全檢測那個區塊都會房屋稅條件 這也是一個問題麻煩你們回覆 再來是第六點 第六點你們說你們要擊退 擊退還要取消停車的 那你們的那個你們要這些車子停哪裡 那你要我們停松德平面停車場 你要我們停玉城公園的停車場 那你夠嗎 你目前松德停車場 你是不是你現在賣幾成 那也是之前我跟那個政理長 中部理政理長我做的一個會攤 那個也要麻煩你們一起一併規劃下去 謝謝 這個停車的問題 我們福德街 尤其是中坡里跟中坡里 這個區塊 停車的話 福德街 如果你在一旦失控的話 他的車子要幫你 你說到那個 那個松德還是那個玉城 那裡不合太遠的話 所以說我每次說 那個建議說 在廣池裡面或是在平載裡面 在加那個停車場 在多出一天 千萬要五十個停車位的話 你才夠 那你要叫他車廂 聽到市政府就好 你們用這輛車來接送好不好 這個太遠嘛 因為松德不可能 他有車位嗎 他有車位嗎 譬如說你有車位嗎 有保障給他們送的 所以說 還要在我上次說 邊講說 那個寡視裡面 一定要再加那個 機車位 再來 你這個 再來 那個騎路的話 你說 那個 機車的話 那個騎路要進空的話 你那個機車要到哪裡去 那整排 福德街整排的機車要到哪裡去 所以說 所以說 還是要在廣池裡面 找一個空地 那個機車來經營 再來 我們 尤其我們R03 南側基地的話 大家 因為 我們這裡住戶也是 所以說 因為 條件這麼差的話 你現在 有一半一半的話 可能 希望 你經營機 盡量釋出的條件 但是 你沒有釋出條件 我想 你還在 還是 也幾乎 可以說 很渺茫 所以說 那個 所以請監視局 盡量把他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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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盡快 因為有南北側 回來有做一本出入 最好的 希望你這樣子 謝謝 謝謝 這邊 報告一下 我們那個 捷運 目前設計的 地震強度 基本上是 就是依照我們那個 什麼 呃 地質調查處 有發佈一個說 我們設計的時候 是屬於 像我們台北市 屬於 現在是算是 地震的 甲區 不是 移區 那現在它的水平加速度 現在是 好像是設計在 0.24G 就是加速度 0.24個重力加速度 水平的時候 那其實 你大概如果換算成 那個所謂的 地震級數的話 現在大約是在 5級的地震 這邊跟各位報告一下 這是 我們現在整個設計規範 整個捷運的結構 大概是在 5級的地震 5級不夠 5級不是太低了吧 對 做相關 設計上的這個 有沒有相關的一個考量 是 那剛剛講的那個 所謂 台北斷層破碎袋的部分 那基本上 這個部分 我們已經編列在 我們的整個施工預算裡面 就是遇到 整個斷層破碎袋的時候 我們是有編列這個 費用進去 就是變成要做 做一個地盤改良 這個東西 就是已經在 我們整個費用裡面 另外 前面有關 就是 紅磚汽油的店面 乳河裡面 剛才有提出來 那這部分呢 前面也有 包括一些 雷香精也有提出來 我想 這部分是做 我們會請廠商去跟 施工檢破金 跟各位做一個協調 也就是說 我圍裡要做連續地的時候 我怎麼樣 早做完 你們門口的那些部分 假如各位 真的有 營業 車子要進出的時候 我們會請廠商去跟你們協調 趕快 那天問先做 做完什麼時候 我們會先開放出來 也就是 把佔用的事情 盡量來縮短 這個我們請廠商去做 跟各位做一個協調辦理 那鑑定現況 要所謂第一手的資料 那個基本上 廠商做的時候 我們一定都會有 拿到第一手的資料 剛才又提到 我上網的這個問題 這個我們來看 可能 作業上也有一些問題 因為 那這部分我們會 廠商那邊做出來的時候 基本上 假如是 這是 資料是 開放的 並不是說 我拿來自己做一個 所謂自己 來看來管制的 我想這是 我們做過的捷運車站 都那麼多了 我吃工廠商 我們一定會要求到這一點 那松有公園的 試壓景的部分 那部分 我們 在這個標裡面 廠商會去做 把它做 有一個覆蓋的一個工作 就是說 那個公園的上面 原來有做 閘門 那個閘門 通往工 後續會去把它 覆蓋起來 但是 後面 旁邊還是有一個人員 進出的一個 會保持一個 一個 小的一個 進出的一個 通道的一個地方 另外剛才有 我們的鄉親說 03 會不會有02 有沒有01 那今天我坦白講 我沒有答案給你 那我們會記下來 在我們規劃會不會再繼續 網說 其實我了解啊 有我們的很多鄉親 就在裡面是南港國產嘛 今天其實大概是研究院嘛 其實有人 沒關係 有人有提出這個課理出來 但是我今天我們剛才講的 今天我們就所謂的施工說明會 所以這塊我們會記下來 但是我們的這個紀錄 我們會把它做一個說明 好不好 我今天沒有辦法給你這個答案 那剛才講的這個 所謂的我們的車子 施工過程中 車子跟機車 這個轉換的問題啊 那我在想啊 這個可能就建議 是不是在我們的廣直延期裡面 有沒有機會 增設一些臨時的停車場 那這個有待我們屆時 我們還會去跟廣直延期的 這個相關的租案機關 其實這個以前有反應過啦 那我們在協調上 在是不是有了適當的位置 來做這個所謂的 臨時的轉換的位置 包括機車跟這個那個什麼 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公車好不好 那剛才有稍微有提到一個 所謂的洪污稅調降的這個範圍啊 現在今天這個洪污稅調降的範圍 我在想我們的紀錄啊 今天我抱歉 我今天我沒有這個答案 那我們一定是有非常明確的位置 那我們在紀錄裡面 我們也是把非常很清楚了 哪一個範圍 是在屬於我們 黃污稅調降的一個範圍 讓我們的鄉親也能夠知道 那這個答案出來 我希望這個我們的施工單位 跟我們的這個公務所 要很快跟我們里長做說明 那我們必要的鄉親 可以必要的時候 也可以去幫 里長幫我們再做說明 但是 這個答案會出來 非常明確 哪個段到哪個段 是不是有這個所謂的 黃污稅調降 那怎麼去調降 我在想 今天因為這個沒有答案 但是我們還是會非常清楚的這個表達 那其他的這個 剛才這個 劉小姐稍微提到啦 剛才是說這個什麼 謝霧所長那個東西 我在想 就剛才所講的 就是這個斷層的問題 衍生這麼多問題 包括這個廣時延期 那今天 其實我可能也沒有 非常明確的答案給你說 這個斷層 那現在大家 還在扯這個斷層 包括這個 這個事情 我坦白講 在這裡今天我大概沒有 但是最重要的 還是說 我的佔領期 未來 剛才稍微有提到 七層啦 七級啊 我在想啊 真的是台北市發生七級 我真的 我們沒說那麼多了 說到別的就這樣啦 七級 坦白講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地震 但是我們希望 台灣希望 不要有這種所謂的七級地震 但是最重要的是說 我在設計階段的時候 一定要考量這個 未來 我的捷運的設施 是用七級的強度 做一個設計 做一個保護 這個非常重要 那剛才講的到底 是多少機啊 然後這個東西 回去 我們也會非常清楚 因為這個 今天不是我的這個 這個專類 所以我沒有辦法打五連啊 但是我在想 不好意思 我的記錄 還是會想清楚說 我們捷運設計的過程中 我們是用這個所謂的 幾級地震 來做我的設計 整個施工的這個保護 好不好 這個拜託一下 不好意思 有些答案我沒有給你 但是我們的記錄 一定會寫下來 然後這個記錄 會給各位鄉親 給各位的理想 好不好 來 那是不是接下來我們還有幾個 等一下 那個保護臨房灌漿後的 那個對臨房將來都市更新 有什麼影響 這個我在想 你剛才不好意思 這個應該來講 應該是更好 因為我的保護啊 不是說把它變成那個 那個岩石啊 我根本壓不下去 對你未來這個 這個廠商在施工更好了 它以前都是爛泥 它施工就很困擾 那保護完了以後 其實這個變成把它固化了 它在施工反而更好 不見得說 唉 哇 這事啊 你怎麼變成這樣 我說不下去 但是不會 是剛剛好 你剛剛好保護了 反而我可能不需要 再去做所謂的保護工作 好不好 我大概這樣給你答案 好不好 第四個 第四個答案 第四個 上網公告嗎 上網公告是這個 我在想是這樣 就是第一個 剛才講的 我所謂的建物調查 這個東西一定透過公證的 那就是剛才非常清楚 這個公證完了以後 就是未來我執行 如果有發生問題的 重要一劑 後來如果說 不好意思 說要照顧有的 這就標準 那時候是怎樣 現在是怎樣 不用顧太多 就是這樣標準 那剛才另外一個 就是我施工中的監測 環境噪音 或者震動的監測 那這個我們有委託專類的 這個 這個部分公證在做監測 那監測呢 原則上它大概 每個月 會有爆發出來 那每個季 會有爆發出來 然後最後每年會有一個聯報出來 那這個東西 大概我剛才講的 就是說 這個我們會送給我們的這個 環保局 會送給我們的環保署 那這個資料呢 剛才講說 未來如果說必要的資料 哪一塊我們可以去公開出來 我們從裡面起出一個東西出來 這時候我們再研究一下 好不好 哪一個東西我們可以公開出來的 讓我們的資料朋友能夠清楚 好不好 可以嗎 謝謝不好意思 還有保固多少年 保固多少年 這個保固 你如果說 我就沒辦法給你 既然我沒有答案給你了 你這個東西 你說我做完以後 那時候有時候要保固幾人 這個東西我在想 我們沒有這個吧 基本上假如說 好 我們被觀念說 已經去改完 已經去做一個保固措施了 那它大概就是被保固住了 那除非它會繼續再發生 才會產生再偷解 所以保固 是我們讓地盤改良 讓它不要再產生更惡化的一個呈現 沒關係 你帶回去呢 以後再來 好OK 那接下來大概還有三位 好不好 一個護術團二號 還有蔡貴欽里長 接下來是江藝平